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学生发起起装衣服游行 试图和校方沟通的同时 却引起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同学 请你们离开 闭嘴 我们就是看穿制服不爽 对啊 离开制服 你们的游戏没有这么许可 闭嘴 我跟你讲 现在服役他妈都通过了 教育部通过的 就这部学校在处罚我们 干 离开 爱校服务 做到中暑 做到昏倒 正向管教这样搞的 这样搞的是不是 我们也访问了 没有参与游行的同学 对于服装怡荣绕道处罚 有什么看法 处罚 我自己是穿得好好 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不是觉得他们有点 不是觉得太夸张了吗 我觉得教育部所谓的正向管教 好像又有点讲得太含糊了 不过我觉得那个乐狗装很好笑 那个豌豆装是蛮可爱的 然后鬼灭的那个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好 没事 我有一次只是体育课流汗 然后把外面的运动服务都脱掉 然后这样就被罚爱校服了 我就觉得服装一容就解禁了 就不能出发 所以当时的状况是 你制服里面穿的变装 没有穿啊 对啊 你要有穿 穿违规才会被罚不是吗 事后学生会指导老师沈老师 也出面说明 关于这个服装仪容这件事情 大家就不要再讨论了 反正制服就是那样嘛 制服就是制服啊 舒服就是舒服 舒服的制服是不存在的 反正你来学校就不舒服嘛 我当你们的老师 我也当得很不舒服啊 如果要这样子不舒服 就大家一起不舒服 大家就乖乖穿就对了 会长目前的伤势还好吗 什么伤势啊 发生什么事情啊 人就这样走了 不是不是 是是是关于说 他今天早上以肉身阻挡游行队伍 结果就被尾欧这样子 蛤 尾欧是什么啊 天哪 你看他是这样被压在地上打呢 这看起来好痛 这现在小孩子怎么了 这这个被 被那个电玩影响很深 这样子像 像着魔一样 天哪 我都不知道呢 这怎么会这样子啊 会长目前的伤势状还OK吗 这个 那个我还有作文要改啦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平安喜乐 我先回办公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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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